你要爸说我跟你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 你就来说一下 当时那几年说实话我的脾气也不是很好 因为他说我就不认 我不承认 然后就把我的卡 还有那个房财证 什么全部从箱子里面 柜子里面拿走 他说明天去离婚 你去过你的好日子 你去过你的自由日子 那我说我们离婚 你总要给我的什么吧 什么都没有 你要走的话你就这样走 每一件衣服裹出来在大街上 叫我就这样爬 叫我混 用那个膝盖 就这样压住我的那个脖子 当时我气都没有揣过来一下 但是我真的是想说 我说救命了救命了 我就喊了两三针 他都没有放手 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那个气揣不过来了 这个脖子我都气了两三年这里 我确实没办法了 我就流泪了 我也不喊救命了 我死就死了吧 反正我都也没意思 只有他看见我流泪了 看见我在哭了 他在放着手 放着手我也不想过了 他就走了 他就到他那房间里面去了 我死不你了 跟到你身边吃了好多的苦 吃了好多的罪 你每一次你都打了 你都走 你也打了 你也打了 王女士痛不欲生 她实在受不了她的生活 每天就像走钢丝一样 要时刻保持警惕 时刻担惊受怕着 这样的生活方式 让她无法呼吸 没有半点幸福轻松的感觉 有的只是沉重的压力 渐渐的 她对丈夫的心也寒了 她迫切的希望 从这段充满着控制暴力的婚姻中解脱出来 然而 每次只要她跟丈夫一提起离婚的事 丈夫就会瞬间变得狂躁起来 到最后 她没有办法 只能用冷漠来对抗丈夫的折磨 王女士就这样忍着 熬着 痛不着 这一切 她的娘家人都看在了眼里 尤其是她的母亲 为了女儿的事情 整颗心都操碎了 在今天 王女士的母亲将电话打进了调解现场 她要为女儿讨一个公道 根本她都不喜欢我医院 她不喜欢打我女儿 打我女儿 还有觉得我是个老东西 我都一年一年地原谅她 所以现在您还能原谅包容她吗 我不原谅她了 打我女儿 她现在打了几十回了 打了